《山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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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著上一次討論 《山寒論》的研究呢 醫家們很重視 如何去提綱節理 掌握山寒的要點 那麼在這個方面呢 我們首先要介紹的一個醫家 就是方有志 古代的這些《山寒論》研究民家 幾乎都沒有一個是 純文本文獻的研究者 可以說都是臨床家 所以這個醫家 他雖然以對文本的研究而著稱 他在文本研究方面 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新穎的觀點 他這個觀點是有基礎的 他提出來的 什麼觀點呢 什麼觀點呢 就是《山寒論》 《山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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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了整个三韩界的 非常热烈的讨论 非常热烈的讨论 这种讨论 持续了五百多年 持续了五百多年 实际上直到今天 这种讨论还没有完全平息 所以这个影响深远了 后世很多宜家 赞同他的观点 在他的认识基础上 进一步加以发挥 发挥最好 最系统 最深刻的 清代的郁佳妍 大家去读方有直的 上韩论条片 你会发现 方有直其实不是一个 文敌 非常优美的专家 文敌平平 可以那样讲 你去读一读就知道了 文敌很一般 所以学术上更重要的是什么 见读 有的同学说 我文章写不好 文章写不好 他说我的文化功底差了 我说那还次要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见识 没有见识 满子空话 你那个文章 文字功夫再好 语言再优美 写科学文章 这个没有价值 你可以改行写小说 写文艺作品 科学作品 其实他不要求 语言好华丽 文字好动人 要求的是 情顺理通 有见解 最重要的是 后面三个字 有见解 所以他的研究 大家去看一看 他的作品就知道 其实这个人的 鼻下表达能力很一般 但是他有见解 他提出这个问题 按照自己的理解 对伤寒论进行了整理 在版本整理过程当中 其实他还融入了自己 对伤寒病 这个病的研究心得 所以我说不是单纯的 文本文献研究 紧密结合临床的 这个心得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标题上提到的 云卫重商说 云卫重商说 他说伤寒的发生 之所以 有贵制汤 麻黄汤 大青龙汤 这样一些政后 单就出奇而言 出奇 就有这么宏观的分 我还要给你加个限制 宏观的分 就有这么三大发病特点 这是三大发病特点 这我个人看法 麻黄汤症是一个特点 贵制汤症是一个特点 大青龙汤症又是一个特点 不是三阶段 而是三类型 不是麻黄汤过了 就是贵制汤 贵制汤症过了 就是大青龙汤 不是 可以是一来就麻黄汤症 可以是一来就是贵制汤症 也可以是一来就大青龙汤症 宏观的看 伤寒病在临床上的发生特点 就有这么三大群体 黄友之的研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它是着眼于外婴 更多的是着眼于外婴 血气不同 魏仲峰云伤寒 云未聚众三风寒 它更多的是着眼于外婴 所以它的这个观念提出来以后 后世争论非常的激烈 后世争论非常激烈 这个观点里面 有没有问题 又有没有道理 首先我们看它有没有道理 后世争论有很多不赞同这个观点 认为决定 发病内心的 外婴只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内婴 所以有些就否定他的这个见解 客观的讲 今天我们站在今天这个高度 站在能够集前人所有观点的这么一个高度 来看这个问题 比较好理解 我们可以用比较客观的态度 来看待他的这个成就 今天我们对 并应学通过围观现代科技手段的所获取的围观认识 通过那样的一些资料 我们可以更深刻的把握到 方有之的见解 有他的道理 我们的风寒鼠师造国 是一个宏观分类呀 并应学的宏观分类呀 风里面应该有 又还有很多压内 还有很多分支 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 就跟今天对细菌对病毒的认识一样 细菌是个宏观概念 虽然这个物质本身是围观物质 但是他从类别上讲 是一个宏观概念 细菌有多少种 难以计数 病毒有多少种 也是这个答案 难以计数 所以我们的风寒鼠师造国 那是一个宏观分类 伤寒病在发生的时候 之所以在临床上有不同的特点 方有之认为 正是因为在病因上有区别 但是他还没有进一步细化到这个程度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明确深入的这种程度 他没有 历史局限 他所把握的深度是什么 是商寒论给他提供的线索 未中风 商寒论里面有原原本本的这样的提法 商寒论给出的答案是贵之汤 所以中风商寒在商寒论原著里面 就有这样的答案 他是将就这个答案 进一步来加以深入的讨论 就只能深入到这个程度了 那么风邪和寒邪 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用当时的眼光看 他能够分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真有道理呢 当时的人肯定要产生很大的疑问 甚至加以彻底否定 用今天的眼光看 那就不应该加以彻底否定了 我们还不要说 我们的风寒属实造国里面 包含了多少类因 无理的 化学的 生物的 我们还不要那样 还不那样看 单就一类 单就无理因子而言 就受寒的程度 程度不同 对集体造成的影响 浅身轻重也绝对是不同的 这个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所以他用胃重风云伤寒 云胃聚重伤风寒 来区分临床上最常见的 伤寒发生过程当中 最常见的三大群体 病人当中啊 有这么三类病人啊 同学们将来当医生 你就知道了 不是每一个伤寒 一来到你坐到 你坐着旁边来 都是标准的麻方汤症 还有相当一部分 是贵子汤症 还有相当一部分 是大青龙汤症 还有放到其他三阴 三阴经病症里面 去讨论的 有没有啊 麻心腹子汤是不是 麻心腹子汤是从太阳病 逐渐发展过去的 你去看一看 到临床上 没上过临床的同学呢 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送了十字医院汤 你说了算 到底能不能见到 你去看了 你就知道 体弱的 高龄的 这两类人 女性在月经期的 在产期的 如果再加一个 附加的条件 感受寒邪又比较深重的 比较重的 受邪量比较大 你去观察一下看看 他来了不是麻方汤症 相当一部分 也不是贵子汤症 甚至也不是大青龙汤症 麻心腹子汤症 所以在临床上 他概括的是 几个宏观的类比 麻心腹子汤症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阵型 所以他没有拿到 太阳篇来讨论 他的层次 已经远远地 超越了太阳 因为麻心腹子汤症 大青龙汤症的根本 数学只是一个外因 它的根本是什么 内在的正气虚 正气的大虚 在这个前提下 当然两个因素 缺一不可 重商与寒 和正气大虚 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所以他提出来的 这个问题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 是很有道理的 不是没有研究价值 而是很有研究价值 甚至于可以做成 我们现代科学研究的课题 来做 当然现代研究课题 看你找的切入点是什么 你要找一个具体的生物因子 来作为风鞋的代表 还是找一个无理的手段 来作为风鞋的代表 直接就给它删放 那也是可以的 给实验动物那样做 也是可以的 和直接冷冻 所以他这个事 还是用今天的眼光看 仍然很有研究价值 就这个观点而言 其实 比他更早的学者 也已经在 他们的思维中 有了萌芽了 也已经有了 近代的王淑和就已经提出来 风则三味 寒则三云 云味俱病 古节繁腾 已经提出来了 已经提出来了 而且已经有很明显的 这种层次感了 对马贵 青龙三方的重视 也不是从他这儿开始 我们前面在讨论 孙思淼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来 孙思淼对三汉的研究 他的体会是什么 是三汉最重要的 不除麻贵青龙三方 如果我们不认真去读这个书 一句话读过去 对你可能也不会产生 什么深刻的影响 你要回过头来想一想啊 历代一家给我们的研究 做出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单就三汉论而言 三汉论留给我们的方 都是一百一十二个 还有重用 副子重用 干僵这类方 就元气衰亡的方 怎么会没有这三方重要呢 你要是回过头来一思考 会把你吓一跳 尽管你没有去上临床 但只要你善于思考 你就会去寻找 继续深入的寻找这个答案 为什么 孙思淼那样的大家 会提出这样的看法 前面我们讲了 我们对疾病这个事物的认识 首先是要抓钢 伤还是个外感病 外感病要抓的钢瘾是什么 不是等到他垂危了 会死人了 这个时候才是最重要的 才需要抓 其实这个时候 是不应该见到的 如果每一个患伤寒病的患者 都要走到那一步 那我们这个医学 就没有存在价值 还要你这医学干什么呢 都要把六阶段发展完 然后看他生命力顽强 还是脆弱 最后才能决定 他能不能实力逃生 那你还有什么价值呢 医学的价值 就是帮助集体尽快的 获得健康 从疾病中摆脱出来 解脱出来 你就是帮助他解脱的 而伤寒这个病 最重要的阶段 那就是初期阶段 外感病发生 发展过程中 刚刚发生那个时候 多好治啊 病为钱 正气为伤 体内气血为乱 多好治啊 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认识 那你没法下手 认错了 那你乱治 你不是在帮助患者解脱痛苦 你是好心干坏事啊 你是在加重人家的痛苦 今天学伤寒还有很重大的意义 就在伤寒有很广阔的 在今天的中医临床实践中 有很广阔的运用空间 而且这个运用空间 更多的时候 常常就是用来 救我们今天很多 庸医造成的误 伤寒来到他面前 他不认识啊 见而不能识啊 还有一部分人是 识而不敢治啊 抗炎抗毒 亲热解毒 更多的都去做这种选择 所以误人性命不少 所以他在学术上 最突出的贡献 就是这两个方面 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这两个方面 他这两个方面 在学术上的影响 谈云为重伤 就是为了求本 抓钢求本 一个病最重要的 是什么 外感病的根本 就是外学 出入人体的那个阶段 是我们要抓的 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你在这个阶段 把它解决好了 就抓住了这个病 治疗的根本 后面的五个阶 五经的阶段 你都见不到 就太阳一经的其他辩证 你也见不到 错 错见 从定 思亲缘 他的想法就是 我们研究伤寒的时候 首先要还伤寒论 本来面目 还伤寒论 本来面目 就是还伤寒病 发生发展 本来面目 他是按照他自己的临床体会 去认识伤寒的 发生发展全过程的 他认为他把握住了 他的全过程的发展规律 其实只是一家之言 其实他只是一家之言 并不是他真的 他一个人的体会 就是真理 绝对真理 疾病的表现在临床上 非常非常复杂 我们的讲义 五版讲义 没有介绍一家言 现在同学们手上的讲义来介绍 这个一家是应该选到各家学说里面 大家去读一读他的书 他是非常 吹捧方友之的这个见解的 是继承方友之学术思想而又大家发扬的那么一位一家 而且这个一家有一个特点 性灵灵中的材质 你去读一下他的书你就知道了 文笔非常的了得 文笔非常了得 文字功夫好得很哦 文字优美 措辞准确 调理井然 所以他讲起道理来 是有如抽胶薄茧 再加上一点 临床体会非常深刻 这个就不得了 我们的医学专家 尤其临床医学专家 包括西医在内 如果临床方面的功夫不够 那称不上大家 西医也不例外 所以他必须是临床功夫非常了得 郁佳妍正是这样的一位一家 有关郁佳妍的学术思想的讨论 已经全国是开过多少次会了 我曾经都去参加过 我人没到 后来文章到了 后来安徽中医学学报跟我联系 等我那个文章 我拿给他登了 你看他讨论一个问题 就讨论有关葛根的运用 没有深刻的临床体会 那是不可能提出那样的见解的 今天我们很多同学在讲台上 在课堂上还能听到 葛根结胃业 柴湖好肝音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的同学从大学校门里走出去以后 连葛根柴湖这样的药都不敢轻易下鼻 这是非常平淡的 而又疗效非常优秀的药 非常平淡啊 并不是大苦大寒大温大热的 不是那两个极端的药 但是古代一家提出这个见解以后 很多人他云以为界 脾胃为后天之本 脾又喜润而勿造 那个胃又喜润而勿造 葛根结胃业 那还了得 脾喜照勿施 胃喜润勿造 他要结胃业 那还了得 你去看看郁佳妍的书 你就知道 给你讲得非常的透皮 非常透皮 他说葛根是在伤寒运用中 非常重要的一味药 你要是把恶竹准了时机 这个药用上以后 有非常优秀的效果 什么时机呢 就太阳病 我们没有在太阳初期的阶段 没有把它控制好 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疾病向更深层次发展 向阳明方向挺进的时候 血气出入阳明 太阳未霸 太阳阳阶阻力 太阳阵ive 太阳阵还在 阳明明又已经出见 形象了 在这个阶段 他把它称为 阳明表阵 阳明表阵 阳明本来就有京府两阵 京阵呈表阵 辅阵呈礼阵 他这个扬明表证怎么理解 他这个扬明表证强调的是 精正之表证 表中有礼 他把它分成了多层次 没有丰富的临床体会 能提出这样的见解 不可能 同学们要靠坐在宿舍里面 坐在实验室里面去想 你能想出这个体会来 所以他一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临床家 你读了他的书 你对葛根的运用实际把握住了以后 你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怕 而且他给你讲的非常肯定 是什么 扬明表证之敌药 最准确的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作用的层次相对比较深 这位药的作用层次 作用特点是什么 作用与激臭 作用特点是什么 大开极臭 血气出入扬明 他的发展特点是什么 扬明为多气多血之战 迅速的化肉 在礼热的鼓动下 迅速的 化肉 男士迅猛 但是当他还没有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候 才刚刚有一点苗头的手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使用葛根 后面扬明的五大症状 金正的五大症状 热壳烦 汉脉 宏大 你就见不到 所以他说你把这个时机写准了 那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常容易 你就不要等到白骨汤症出现了 才去解决了 集体付出的代价就非常小 非常小 但你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你能够把握住吗 太阳尾坝 出入阳明 你能把这个苗头把握住吗 这个苗头你抓不住 这个分寸你也就把握不了 乱用过用葛根 那当然 它本身是大开极臭的 那当然好无业哦 大量的出汗怎么不好无业 喂业也好 尿业也好 血业也好 从哪来的 源头是一个 尤为涉入的经验 所以他的这个见解 是建立在自己有丰富临床经验 这个基础上 这样一位一家来研究商涵论 他觉得方佑芝这个见解 太高明了 太高明 所以他也主张 研究商涵论的时候 首先要恢复商涵论的版本的原貌 他推崇方佑芝的那个版本 然后在方佑芝的 云卫重商说基础上提出三纲说 上海三纲说 上海三纲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事实外感以冬月为大纲 以最炎气候最寒冷的那个季节 感受严寒而患的外感 是最值得我们重视 而且感受严寒之邪 如果当时不发病 潜伏在体内 来年再发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说事实外感 以冬月为大感 要高度重视这个阶段 当然也就提示我们医生 对这个时期的外感 感受农冬的冰雪之气 而患的外感 我们的治疗 一个是要 首先是正确 然后是要彻底 要彻底 彻底两个字 不是自始至终 贯穿发汉法 就彻底了 不是这个意思 彻底两个字 学问很大 就我们是我们的善后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微妙 你治好以后 你怎么去巩固 怎么去善后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我个人体会 不是说冬月 伤寒 我们要自彻底 麻荒汤症已经消失了 我们再持三级麻荒汤 过度发汗 导致精液大伤 那就有可能出现伤汗论 第二条那种状态 太阳病发汗 虚漏不止 那个是体质造成的 你这个是药物造成的 你治过头了 我们中医要求的是什么 重病即止 那后面的 我们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做彻底的 后续的要求是什么 晒后工作 这里面学问很大 我们休息几分钟